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你好 現在市房升50點 做22,403點 升幅不超過1% 成交額暫時是225億 國企指數升39點 做9,995點 看企指 升49點 做22,250點 低水151點 成交量還未超過15,000張 看看電郵方面的問題 Henry的朋友 想問就是中行 搞定觀眾想作中長線的部署 想問現價又買不買得過 說到發優先股對中行或者股價 應該是怎樣發展 影響怎樣看 中國銀行3988 現價做3.46 暫時升三仙 怎樣看相關的資訊 看好這股份的前景又怎樣分析 當然 以中行來說 今天又有個消息說到 接下來可能發的優先股 都計農行之後叫大二隻狼人 這件事來講 發優先股 你看到國家都一定是來得正面 怎會這樣看呢 因為其實之前 內地方面 放寬了一些公司 可以發行優先股的時候 其實那一刻大家的看法 都不算太鼻管 就是公司角度去看 因為起碼它發優先股 或者怎樣都好 最主要目的都是想 所謂的 拿錢回來 補充資本的實力 特別來人也是 想補充資本充足的比率 如果以它發優先股 變相錢就回來了 變相減少了大家的憂慮 譬如在股票市場裏面 可能做一些公股 或者其他舉動 變相少了這個憂慮之下 的確股價是會正面的 這樣我覺得是比較不錯的看法 但當然 你說中行能否有個中長線的部署 或是否適合呢 好看你以甚麼角度去看 當然如果以股值 或者派息方面去看 絕對中長線 我又不是太擔心 但當然如果你真的想 純粹中長線去看股價上升的因素 我覺得似乎未必太過有 因為這樣說真的 以內銀的基本前景來看 特別那個盈利能力來說 我相信都會 特別的增長 都會慢慢放下來 變相對價錢 其實沒有太多的刺激作用 極其量來說 都是因為股值比較便宜 或者適合吸引之下 可能有這些 所謂比較想收息的朋友去選擇 變相價錢應該不會太大動動 所以好看你的選擇是怎樣 暫時來說 如果你真的這樣說 都想中長線部署 其實價錢我相信 如果以這一刻來說 都是以近三元邊 至到三個六 三個七附近左右 這成多兩成去上落 其實不斷都是這成多兩成 大的區間去上落 即是沒有太大突破 這一股更加窄 所以如果你真的 純粹以一個價錢來看 就沒有太多表現 但如果你以一個收息 或者以一個股價去看 無疑中行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所以變相如果你真的要以這角度去看 其實價位上說 我覺得變化不是太多 其實不需要太過 即是著眼於什麼價位買 其實現在這價位 三個四號嶺附近左右 我覺得都可以去考慮 我希望都幫到Henry去解決 中國銀行方面的疑問 我把他繼續跟Rafi跟進 內地銀行方面的相關消息 最新來講 昨天也有公佈到 人民銀行公佈4月份 人民幣存款方面的數字 我見到也有一個流失的情況 減少了6546億元人民幣 其實這個流失來說 都可以說是嚴重的 怎麼看相關的存款方面的情況 好像一般 對於內銀方面 整個行業的情況來講 是否也算是利淡的消息 應該怎麼看這些新聞 當然了 以存款流失來說 一定是利淡 因為變相你流失了 變相如果你調轉太出去的時候 因為回泰傳比率的限制之下 可能沒有太多 變相對銀行方面 例如一些利息收入等來計 都有打擊 而且以存款流失的情況 其實一向都有發生 自從以之前來計 隨著很多不同的理屬產品的推行 或者很多不同的互聯網金融產品的盛行 那些產品的回報 也有六厘、七厘、八厘 在樓上都有 變相可能大家都知道 選擇它們的風險性 其實又不是太大 但收賊會比較高 自然就不存在銀行 變相整個銀行體系裡的存款 其實過去這段時間不斷都流失的 不是什麼新的一切特別事 但當然整件事對於內銀行來計 是比較理淡 但你見到對內銀行的股價來說 其實就不算太大的影響 因為剛才說了一點 就是這個存款流失的情況 其實過去不斷都有的時候 久而久之大家都叫做 就是慣常了 變相到的價格 都不會有太大的負面影響 現在跟大家跟進一下 整個內銀板塊的最新表現 見到建行現在這一刻 就是升六仙 做五個四毫半 暫時來說升幅超過百分之一 工商銀行以及中國銀行 都是升超過百分之一 工商銀行現在做四個七毫六 中國銀行三個四毫八 農行方面三個三毫四 升兩仙 交通銀行四個九毫八 升八仙 照相銀行升兩毫六指金 暫時做十三個八 中信銀行四個五毫九 升三仙 民生銀行七個六毫六 升四仙 從農行方面三個四毫半 暫時來說升五仙 至於光大銀行 現在是做三個二 暫時跌三仙 跟著跟你跟進一下 講一些異動股份 不如跟你跟進一下 就是阿里巴巴相關概念的股份 見到今天又再有個升勢 好像文化中國傳播 1060 這一刻做一六毫四 暫時升超過百分之三 至於這隻中信二世不世紀二世一 又再升至近百分之七 暫時最近6.03 其實這些股份 炒味比較濃 今天又有波動 其實怎樣看這些股份 未買的 可能心動想炒波幅 那又好嗎 如果有課的話 又應該怎樣看這些投資 當然 如果以這些股份 完全是炒 就是阿里的上市概念 本身大家知道 自從阿里宣佈在美國 叫上市 甚至之前那一陣 叫大家加上市文件之後 這些股份 譬如241和1060 又繼續炒作 當然是炒這件事 但當然講真據 你說阿里上市 究竟這兩隻股份 純粹就是炒作為主居多 所以在欠貨一些所謂基本面 其實我覺得大家 就算要考慮 或者要炒買也好 就比較傾向小心一點 我覺得駐馬一定不要太大駐 當然如果大家想試試 補足波幅 因為順序了一小 如果這一陣都已經炒了這些股份 你說小處地試一試 我覺得又不是太反對 但當然這些炒 叫做消息 炒氣氛 去得快就走得快 所以我覺得建議一點 如果大家看到 接下來的聲勢 開始有些轉變 或者不太強的時候 那一刻都會有一個明顯的 離場訊號 我建議到時候 大家這樣去看的話 都應該考慮去你的離場 甚至乎安全的計 目標價和過子攝位 我覺得相對都要定在這裏 好 靜靜時間 不如跟進去買 就是國泰 國度航空編號293 暫時來講獎15.22 五星福來講至近百分之二 國泰公佈了首四個月的客運量 按年來講增長了百分之六 暫時來講見到 油價方面仍然高企 其實對於客運 看到客運量的表現比較疲弱 其實對於運價方面有收押 但怎樣看呢 就是客運量方面的情況 究竟是好是好呢 國泰的前景應該怎樣看呢 其實客運量來講都改善不少 特別是前四個月來講 客運量都上了六個百分之六 以前是升的 即是一起跌的 現在都升上來 甚至運作率方面都升了兩個百分點 變成客運方面看 其實就開始回暖了 但如果以貨運來講 暫時還是比較弱一點 一來競爭大 運價又提不到 變成貨運方面表現 其實過去幾年都比較弱 所以接下來如果以國泰好 或者航空股體也好 中性 因為始終一好一壞 好大部分就是貨運方面 能不能夠改善 所以暫時來講 國泰比較中性一點的時候 我覺得就 反而看過技術面會好一點 特別見到這一陣來講 隨著有價慢慢升上去的時候 技術面來看 要突破一條五十天線 所以只要短期來講 依然能夠站到五十天線 十五元樓上行的話 我相信有機會試到 大概十五個六座的水平 剩下時間都爭取 就是聽到家人觀眾的電話查詢 第一旁邊接中還有何小姐 你好 兩位早安 早安 不用問什麼股份 1766 中國藍車 我之前是七個多買的 現在我想請問兩位 現在應該混貨賣1766 還是抽筆車這家上市 因為筆車的PE 約低於1766 現在是五個八毫半 暫時來講 有一點聲勢 但其實股價來說 賺家庭觀眾還在捱價 其實應該在這個 藍車方面去到家住 還是說 下隻新股就是北車 上市編號就是6199 暫時來講 超股價是在5元至6.2 應該怎麼看這兩者的股份 應該怎麼做 當然 以兩者基本面來說 都不相伯眾 在韓內 都是兩個龍頭 一個藍車 一個不車 接單方面 能力上是差不多 變相基本面去看 其實不是太大的差異 所以反而真的 挺著重 就著眼於 譬如國家 或者股值等等各樣去看 如果你本身都有藍車的時候 你見到這一股收額的主因 其實幾個因素 一來就H股方面 即是日界因素 令到有一個收額 而且二來就 挺關於筆車上市的事 因為這樣講 筆車的新加林公司也講 上市的定價又比較便宜 PE好像也有單位數字 而且以它本身也有A股上市 而以它今次H股定價 其實A股更加折躍 變相全部指標看到 似乎筆車的吸引性都比較大 所以借石令到一隻藍車也會回落 所以我覺得暫時 藍車也有機會是矮矮 當然兩隻的股部面 絕對不是危 我覺得都幾隻中場線持有 但如果你真的問到 究竟加注入藍車 我一定是 抽筆車 因為剛才講的一些估值因素 或者一個差價問題的時候 反而我會建議 藍車夠好主要先駕住 先不要做任何事 前年保財 反而筆車來計 如果你有多餘的錢 都可以考慮去抽一抽這隻新股 好 找到你 嘉營觀眾 我想問 493我想入的 甚麼價入會好些呢 493國美暫時沒有貨 今天來講升超過2% 最近1.37% 之前股價周勢做得差一點 其實現在轉西尾好像已經改善了 營運數字方面都可以做得好一點 國美來講 前景怎樣看呢 買不買得過 國美我都可以考慮 特別是之前那一陣 其實借駕回一回 但你見到去到大概50天線左右 相對都有個支持 1.34元 今天又再打上來 所以只要短期來講 1.34元這邊位不失去 我覺得其實調整的機會是完成了 所以如果真的要試 我覺得其實這價位 你都可以考慮去試一試 短期來計算 以144度做第一層的目標價 剛才提到下面來講 如果你真的想比較近一點 那條50線線 大概幾格這麼近 你都不介意定多一點 我覺得放回過三度 如果短期穿過三度 那我才建議考慮去指示你 在離場 好,謝謝吳嘉靈觀眾的查詢 這次時間差不多 也謝謝Rafi 和你做回申報 提及過的股份 自己有沒有持有 也沒有 謝謝,我們先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 將會五間總結的環節 換來另一位主持人 和大家跟進一下 上午股市方面的最新情況 我們先休息一會 稍後見